6月1日17时 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发生6.1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公里 雅安市震感强烈 成都宜兵乐山等地震感明显 17时03分 雅安市宝新县发生4.5级地震 震源深度18公里 截至发稿时 此次地震已造成4次14伤 当日晚间 四川省地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地震发生后 四川省地震局会同全国地震专家组织召开震情紧急会商 分析研判震情趋势 相关地震监测台站加强对震区震情监视 今日已派出两个地震流动观测组 明日将派出三个跨段层形变观测组 实施加密观测 为震情研判提供科学数据 据专家综合分析研究 这次庐山6.1级地震属于2013年4207.0级地震余震 两次地震相距9公里 发震断裂为双十大川断裂 截止到今天的七点钟 震区共记录到3.0级以上余震一次 也就是5.03分发生的4.5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 亚安市迅速启动地震灾害 二级应急响应 亚安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紧急调度应急救援 武警 消防 医疗 公安 民兵等市级增援力量800余人 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区 开展人员搜救 伤员救治 道路抢通和民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此次地震的指缘机质解类型为逆冲型 庐山6.1地震发生在巴安喀拉快级东边界 历史上地震活动还是比较强 从1900年以来 震中200公里范围内发生6级以上地震21次 震级最大的为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8.01地震 距离汶川8.01地震大约是83公里 1900年以来 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以内 6级以上地震序列 主要是以孤立型和主余型地震为主 专家综合研判认为 圆整区近几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